西方斗普拉吉米尔普真的就跟斗瓜瓦子差不多一样 因为这一天说的F16好像要普速在前线了 要深入使用了 因为之前说过福克兰的低层腐败问题 所以他们不是很放心把这些高精尖的武器交给别国放心的使用 他一定会在使用场景或人员条件上设一些鞋子 说别的就是夹根的勾连嘛 就是这个勾你是有根勾连手放置入 微调非常从容置入 这个就是西方的状态 这个就好像最近 森林浪跟绝境或是跟小旧的比赛一样 在他们的操纵底下 VHR有可能两场都是死必定就解决在头了 但是他们偏偏为了这个剧本的完美 为了这个商业剧本商业化 为了资本的最大利益 必须调微调 从中的微调 你会从很多角度去影响 从在那个教练这个层面 或者从他们休息恢复的 反正有很多层面可以影响这个比赛 比如把这一套东西玩得如何存情 然后又把这个东西使用在队 别就像弗拉吉米尔铺身上 太轻松了 就是F-16相当于是战斗机接的 呃 丰田路逊或是扑拉多这种 呃 被光泛引用 长时间引用累积了大量经验的 飞机是非常可靠的 那同样都是西方设备来制造 但是这个扫益谷模式是应景的 扫益谷它没有完全尺头 没有高明 被二杆子拉来的东西 造出了一些华里富少东西 就跟大轨造车就离入 上次长城太克几倍几倍 跟普拉波多相比 在数据可靠性过中使用经验 那是魔法逼的 呃 要恩逼 要正道关键时刻逼来掉脸子 所以扫益谷 真的没的办法 已经是被弟兄完全都用了 每个人都用了洪荒之力了 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比他更脆弱 牛皮脆的更大 更花草的那位小兄弟呢 这个就 就就非常悲惨了 那如果有一天 我无冲突以某一种形式结束以后 将来 他们还是会带生像 少一股这样的 二十三十 四十少一股 四十代代 他们还会走上 很不行的 继续沿涨到他们 现任的路径 这样走就像逼得大地啊 再早点说就对抗蒙 民运 又是尔盖子摩斯输入 结果他们尔盖子到这种程度 又会跑到德国去 找一个他的 小宝作家 评论家 那一套低层人群的理论 稀里糊涂就拿过来 又大概快上来用 结果最后 我得几十年发现自己又被祸害了 这个就如同 在三十几年前 一百年前到三十几年前 这个时期差不多就一样 永远在这个螺旋里面打转 永远逃不出去 这个就是被蒙古地区控制过的地区 因为蒙古人当时把这些欧亚大陆上的这些社会人口结构 上面开了开 只留下最低层的人在欧亚大陆上 太早点了 感谢观看